一个康熙的棒锤品 《青花又里红》 《青花又里红》 画的就是《鱼腹土》 耕舞秋月写于青云居丸 《青花又里红》 这是一组组子 变形海浪文 变形海浪文 转云文 主题就是 这个《鱼腹寻乐图》 一个瘦字 一个瘦字分开两个画面 鱼腹在喝酒作乐 这里也是有一个瘦字 高度有45公分 口径有14公分 你看白粉变得很 白粉变 它这个《鱼》应该是 江白鱼 它这个表面很白 这个底鱼 《鱼腹作乐》 《鱼腹作乐》 《得鱼换酒》 《江边淫》 《脆卧如花》 《血枕》 头啊 你看 刘李鸿的一个章 多漂亮画的 这个情况很随 颜色 脆毛蓝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寿字写得多有艺术 多漂亮些的 新云居 这是它的款 它这个底径 16公分 它不是二层台 16公分 双圈 火烧红很明显 很自然的火烧红 圆张圆旧 灰色的 那三十的春画 水浪的画画 湖面画画 那个草啊树啊 这都是康熙的风格 鱼虎 两颗株子 罪卧如花雪枕头 得一换酒 江边饮 罪卧如花雪枕头 多潇洒呀 无忧无虑的生活着 又不用功劳 打两条鱼就过一天了 有点凌晨 有点凌晨 有点凌晨